張上正自己為了賣假藥的 為了詐欺的黨做門審 就自己去解釋清楚 不要歪樓 不要對我來做人身供給 這樣也失了做過行政院長的高度 而相關整個二三設計公司是得國際大獎的專業公司 之所以承諾不參與政府的標案就是不要被誤會所有用公權力 而他二三公司沒有參加任何政府的標案 今天因為他是專業的公司 相關廠商的下游的下游找他們專業幫忙 這是很正常 沒有違背當初承諾